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一物是H高的塔頂水平Pouser 著地時是順時速度 著地的時候 它順時速度和水平面乘45度 那麼他問這個水平位是多少 這怎麼做 我們先來算這個落地時間 鉛子方向是自由落體 所以H是等於2分之1ZT乒乎 那這樣T我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T算出來的話 那這個水平測成 水平測成R是等於V0T 或是叫X 還是等於V0T 那我只要把V0算出來的話 那T已經知道了 戴進去 我就可以算出水平測成 但是問題是 這個V0等於多少 V0的話我們就看那個 著地的那個速度的方向 我們知道 V是等於V0加上GT 就是說這個V0 V0我們畫那個速度圖 加上GT 這個是等於V 它現在V的話 它現在V的話 跟什麼 跟水平方向呢 是夾45度 這個是45度 那這45度 所以這也是45度 這是直角 所以這小的 V0等於多少 等於GT 那我就把這個V0帶掉 V0是等於GT 再乘一個GT平方 那H是等於2分ZGT平方 所以GT平方等於2H 所以我曉得 這個水平射程 它的距離是等於2H 所以答案是2H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D